你早 早上的7点41分 今天呢 9月4号 礼拜一月初 第一个礼拜 新的礼拜开始 那么我们现在开始有关于政府长照2.0 长照2.0到底在做什么东西 我们陆续就会有个报道 记者采访长照2.0 采访新北市 还有中央社会福利部相关产业链 三岩院举办相关产业链 未来的趋势也就是长照2.0这一块 今年编列预算300亿 是一个很大的三级 然后家长要注意什么 住的这个我们什么叫长照2.0 就是第二个社会福利的一个计划 那么长照2.0也就是分A B 也就是说在家住家的服务 住家就是属于有一些日照服务 就是说到日照中心8小时 早上送去下午送回来 要不然就是在家里面请个一礼看护 这些我们要注意些什么 当然是在我们另外一个B 就是那个机构式的服务 就是我住在机构24小时服务 不是每个人都待得下去的 来自不同家庭 来自不同社会背景 来自不同社会的工作的人员 他们每一天每一夜都在这边 这个生活 你看看跟一群不同的人在一起多痛苦 思想方面都是非常愚笨的 而且非常低落的 智商也都是五岁十岁左右 你跟这些人怎么聊得下去 只有同情只有可怜 我本身常常也可怜 但是我们的那个脑袋是清醒的 所以我们从这个 今天我们社长开讲 就是不管说在这个新闻方面 或者在那个批评的方面 我们中央单位的做的 还有是我们那个台北市 新北市做的 我们都有详细的报道 也就是说我们都这样著名 环球邮报长障2.0 长障2.0 分社长开讲 有分在家 在家服务 有分机构服务 有分那个厂商2.0日照服务 像新北市政府的厂商2.0 前天就办了一个 那个活动 就是厂商2.0的那个 私自正月 我们卫服务部最注重就是失智的人 第一个补助最多就是失智症 在这个方面 人越来越多了 失去记忆的越来越多 记者 社长的燕国龙宅以后在这边做个评论 那边做个评论 我们在这边做个评论